樱桃 春果第一枝 古人常用口色樱桃一点红来形容年轻女子的红润嘴唇 只因樱桃红润鲜亮 小巧玲珑 木春初夏 樱桃先白果而成熟 所以为它赢得了春果第一枝的美誉 殊不知樱桃既是一种美味加果 又是一味致病良药 话说古时候 山东地区有一位落魄书生 他住的屋子破败不堪 阴冷潮湿 但是他读书十分刻苦 希望有朝一日能精榜提名 衣锦还乡 书生整日待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写字 不慎染上了风湿病 每逢阴雨天气 便腰腿疼痛 苦不堪言 穷书生没钱去看大夫 只能靠家里仅存的烧酒来暖和身子 这一日 天气放晴 书生心情大好 出门散步 路上看到一只翅膀受伤的黄鹰在地上远远一息 甚是可怜 书生不忍 便将其带回家 为他包扎伤口 细心照料 没过多久 这黄鹰便能自由飞翔了 黄鹰伤好后 每天都坚持嘴寒一种小果实送给书生 书生尝了下这种果子 只觉得味甜之多 满口生惊 神奇的是 书生发现这种果子配上烧酒 服用一段时间过后 他的风湿腰腿疼 竟然好了许多 书生病育后读书愈发努力 不久后便考中了进士 以井还乡 据说书生所服食的那种小果实 常常被黄鹰含在嘴里 故而称之为寒桃 久而久之 也许黄鹰之鹰被鹅做了鹰字 黄鹰所寒之桃 也就成了樱桃 也有人说是因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说他圆如鹰珠 鹰和鹰同鹰 后人就叫他樱桃了 樱桃 胃肝 性温 龟脾 胃 肾经 具有驱风通落 活血去瘀 隔位一皮 补血一顺等功效 常用于是瘫痪 四肢不仁 风湿腰腿疼痛 冻疮痕症 樱桃 好吃 树难栽 夺下苦工 花不开 这首筷子人口的歌谣提醒我们 要想品尝到胜利之果的美味 不经历一番努力奋斗 是行不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